在下面的看 朱仔之前游泳是港女 你這次在這裡有很多 你要被人走水型 你都算是熟水性 但會不會有少少幫助 以前游泳的經歷 我想 可能閉在那裡 我本身以為是有幫助的 但反而令我最驚訝的是 當你進入電影的時候 那個過程比想像中更辛苦 因為真的害怕 我覺得這個驚訝達技是不錯的 又會再幫助我在那場戲中 找到那種感覺 你休息不到電影 會給甚麼聲音 他們之前和嘉哥和導演 都掌握了我 可以拍一拍一張手 在後面 但其實那一刻我記得 緊張得拍不到 其實拍不到 那一刻是 我死了 我死了 很掙扎 那一刻 但可以的 安全措施 還有可能 他們都會看清楚 或是監視 今次作為嘉童太太 你事先知道的時候 會不會都有些壓力 有 其實一開始是不相信先的 但一接了之後 真的有緊張 去圍讀的時候 都很緊張 但一路說服自己 不要緊張 習慣他們 我特意看很多電影 去習慣他們 我們角色上 其實一直都有轉 究竟劉德華演奧底 一路都有轉 究竟誰做誰 唯獨你的角色有沒有轉 如果我演修浩 你還是太太 這次華人仔 有演有做監製 想問問另外兩位演員 華哥是否一個很嚴格的監製 華哥 在現場會不會都有壓力 壓力一定有 但我反而印象深刻 他經常都在 無論有沒有他的場口 他經常都會 坐在螢幕前 或者拍完 他都不會離開看 而且他永遠都很細心 但他也在我們唯獨的時候 他會給我們很多自由度 跟你說專業 有甚麼可以讓你演出 你就出聲 我認為這些很深刻 不記得了 嚴格 嚴格 但我覺得劉先生 很無愛學生的感覺 雖然嚴格 但沒有一個階級分別 即是我們劇組 總之是在一起工作 一起工作 就像學一家人一樣 要求最高的會在甚麼地方 在動作或文氣上 沒有分的 都是高的 總之就是想做好這部電影 間歸 雖然 雖然 加速 各鄉